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末'刺,内外奸雄,以女史战争 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传统武术 它就是我们祖先 用在战争中终结出来的 世间经验 为了便于传给后人 而全排成技术的篇本 然后传承下来 所以我就感觉说 在少林武术地表 有很多东西 你想这个 肥工技工 或者肥方技工 都完全可以用于 现在的三大 在2008年 我作为国家队教练 然后带领张帅 和进行训练 最终参赛 我觉得这一次 无数三大 邻居地给奥运结束的 到目前为止 也是唯一一次 在三大当中 我的印象最深的一次 1985年参加 登峰县的 无数三大比赛 在全军服务 抬头路 对我强烈刺激 我就回忆自己 是不是当教练的人 那自己是不是练武的了 我感觉我父亲应该再问 结果我父亲就说了一句话 苦啥苦的 说了再练 明年再比 跟着摔倒了 在这儿爬架 在这儿爬架 作为武术实际 我发生了一句话 足足辈断 我们要搞好少力武术 这是我们时代 传当着 我们不能这么做 而且一定要发生光阻力 勇师展 来 去教授 勇教授 勇教授 反过来在检验市场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参加各级各类比赛 四八百多场次 往现在的千三名 其中成绩的 就一万三千多美将来 有人说那你这么大眼睛 现在也不能说没有成绩 完全很兴趣 这 你不单单是现在也要跟 而且你得一生一辈子也要跟